这部分我会讲一下一些家庭有小朋友 而这部分我会讲一下那些小朋友如果是0至21岁 我就会为之一个chapter 因为当小朋友大于21岁 其实两夫妻的想法会有不同 如果你说0至21岁的小朋友 其实我见很多夫妻生第一个小朋友的时候 都是很兴奋、很开心 但接种以来也会很大压力 他们会把所有的资源全部专注给孩子 无论子女也是 很多漂亮衣服、小朋友、很多玩具 所以现在这个年代 我认为要父母帮小朋友买转保险 买保险是很接受的 因为他们很矜贵 很重要 其实小朋友是出生15天 如果他改了名字 有身份证证明文件的资料 其实就可以投保了 那么小朋友买保险 不是希望他有病 反而是趁他健康最好的时候 用很便宜的保费 令他可以买到一个保障 小朋友最大机会 如果以我经验 就是0至5岁很多时候 都会发烧入医院 小朋友最大机会 就是发烧入医院 可能一年内 或者两岁之内 都可能入两三次医院 都不期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特别的课程 教我们怎么做父母 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没有经验之下去做父母 我们会经历很多事情 当小朋友发烧的时候很紧张 很害怕 因为又怕他烧快脑 所以很多事情都好 如果经济条件许可 都尽量不会选择去政府医院 会去私家医院 但是这10年私家医院的 儿童病房很多时候都爆满 有一个大房 很多时候都要入二人病房 甚至乎有一家很出名 在香港区的养学医院 你要入头等病房 的儿童病房 都是很少的 不是那么容易入到 所以很多家长 他们都会在转保险里 帮小朋友 可能买一些漂亮一点的package 是可以入到二人病房 变成了不用担心 尤其时的时候 又是餐压要自己付 还有小朋友 买种植保险也是很划算 因为永远都是收到零税的价钱 不论买10年便 18年便 25年便 都是收到零税的价钱 是最好处的 买到最大额的种植 你问我 在0至21岁的小孩的时候 其实父母有很多开支要用 无论他 他当初买奶粉 很贵 很难买 到了他又要去paygroup 好像很难入 接着很紧张 他入什么幼稚园 很想一条龙服务 接着去到小学 很想他入到好少少的学校 幸好香港有9年免费教育 但是如果有些高要求的父母 他们不太想小孩 在一些本地的学校读 又会安排他们去一些国际学校读 所以开支是不断的 2021年 其实幼稚园也贵 接着到中学 又要补习 10个小孩 有8、9个都补习 接着有兴趣班 现在有很多学校都要一人一乐器 可能家里也要有钢琴 接着有笛 有些要学跳舞 拉丁 有些田径职的玩运动 学游泳 这也是很基本的 所以变了 如果你说 一些家庭 太太没有工作 他就很专注去照顾小孩 有些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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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他有起事 第一时间去医好他 不想有其他后遗症 所以如果你说 他们去帮小孩 买一些种植保险 或者买一些转保险 我觉得 我们作为顾问 都不难跟他们谈 反而很多时候 我跟他们谈 我都会叫他们反思一下 其实他们自己作为父母 自己买足够保险 我会形容 他们这个阶段 当小孩是0至21岁的时候 我会形容这个叫亡我期 亡我期的意思是 其实他们真的忘了自己 自己很省 很多人自己都不舍得花 但所有资源都放在小孩上 其实这个是很人之尚情的 因为见到小孩来都会很开心 但是呢 钱又只有这么多 那我怎样去分拟拟拟拟 很多时候我都会提醒 这些夫妻 其实一家人就像一张桌子 如果是靠先生一个去赚钱 其实如果先生有其事 那太太你怎么样 小孩如何 先生有没有二三百万的保抹 留在这里 令到你们可以继续 安心你可以去照顾小孩 一家人就像一張桌子一樣 如果只是靠先生去賺錢,就像一個圓桌中間軸心一隻腳 如果他斷了,就好大件事,整個家庭 究竟你先生有沒有買到一個保額 二、三百萬留給你繼續照顧的小朋友呢? 而另外一些家庭是怎樣呢? 就是兩夫妻都出去工作 可能他們請過傭人或外母去幫忙照顧小朋友 就像一張桌子四隻腳 其實沒有了先生也不行,沒有了太太也不行 有時就算太太做家庭主婦,其實角色很重要 我自己覺得照顧小朋友比上班更辛苦 所以有很多先生他們都會覺得太太沒有賺錢能力 其實看輕了太太的角色 但其實真的沒有了他,整個家庭都影響很大 所以反而有時我會提一提他們 其實你們兩夫妻買夠了保額沒有呢? 如果你們兩夫妻有大病,又怎麼辦呢? 小朋友是重要的,是我們的未來嘛 但是如果錢是有限的時候 真的應該買了有賺錢能力的重要人物 如果你們兩夫妻都要賺錢的 就兩個都要買足夠的保額才去到小朋友 那你說有沒有試過我把這個概念說了給那些夫婦知 而他們仍然都不是那麼緊張自己 而都是繼續買小朋友呢? 也有的,不過我覺得我們作為顧問有責任去提醒他 希望可以讓他真的保障到他的家庭 所以我都希望這個章節能夠給到一個想法 就是當如果你有小朋友是0至20歲的時候 即他們只是讀書,你要去公養他們,栽培他們的時候 其實千萬不要忘記了自己 當你自己買足夠的保障 夫妻買足夠的保障 其實這21年有什麼風風雨雨 其實另一半跟小朋友仍然是可以很開心的生活的 這是我這個章節很重要帶給大家的訊息 下一個章節再見 這個章節 9 4 9 12 對